創意教學教案分享活動現場 充滿愉快的氣氛 為了讓教育最前線的教師 透過教案帶來更多元的視野 讓孩子認識美好家園 新北市教育局和天下雜誌 共同舉辦微笑臺灣 創意教學教案整選活動 並且在公布成績後 邀請國中小學的教案得獎老師來分享 因為款款形式針對各個縣市 甚至深入到鄉鎮 以及甚至一些社區 我們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以及非常的 我們講是說他是一個角落之美 以及甚至是一個團隊 譬如說有些團隊 他就是想把他的這個社區 或者是他的家鄉特色 把他做一些發揚 我們是希望藉著這本書的發表 所有的老師都能從這樣的書裡面 都擷取我們新北市各項的特色 各項的特色 人物跟商店 或者是一些風土人行的習慣 然後轉化讓學生能夠知道 故鄉有發生之後 哪些事情有哪些偉大的人物 或哪些很好玩的地方 不只是書裡面的語言 透過教育的一個方式 這項教案競賽 希望能從教育著手 讓我們的孩子勇敢走向國際 需要第一線的教師 觸發學生對於土地的認同感 才能讓他們看見台灣的美好 在心中留下一片家鄉的風景 這也是和台灣接軌的動力 能夠讓他們勇敢的走向國際 活動舉辦的目的是鼓勵教師 運用在地資源編寫在地國際化的教案 除了研習會之外 也會將教案透過雲端平台 來分享給全國教師 為在地國際化的教學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中佳新聞的例如范剛儀 坦橋報導 我們在做這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